今天来教你做一道不辣的川菜 那就是开水白菜 首先你得先学会制作开水 准备好的鸡、鸭、猪大骨先过水 撇掉浮沫,捞起来清洗干净 再次回锅加清水 当然少不了精华火腿 制作汤底不需要加葱姜和调味 小火煮两个小时 等待的时间来切点猪瘦肉 用潇洒的姿势把它剁得越细越好 再准备一块鸡胸肉 用同样的手法安排它 剁完之后再把这两种肉末分别加入冷水搅拌 条件允许的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牛肉末 把刚才熬好的汤汁呢过滤出来 继续回锅把它煮开 慢慢加入刚才的猪肉末 煮开捞掉第一遍杂杂 第一遍汤汁已经开始清澈了 用同样的手法再下鸡肉末 下肉末可以吸附杂质 也可以让汤汁很清甜 这是做开水必不可炒的步骤 再次捞掉渣渣 最后再把它固沥出来 最终开水要有一种绿茶的效果 这样才正宗 接下来制作白菜 锅中加清水 下一颗娃娃菜 调味只需要加盐 开大火煮四分钟 我的主页还有600多道详细的美食教程 想学做菜点火头像 旁边的家号即可收藏 学到就是你赚到 煮熟的白菜用冰水迅速冷却 这样才能保证白菜爽脆的口感 用小刀划掉旁边的菜叶子 其实用剪刀剪也可以哦 从来没点过小红心的支持一下 太感谢了 最后用沸腾的开水冲下去 不就好了吗 撒上几颗枸杞点缀 这样更好吃吗 不不不 这样更贵 得音